因為我的腳趾頭 我腫到 啾啪 就開始自己在那個 起那個 接近一天 上禮拜呢 因為我 痛風發作 所以我跟公司 請了半天的家 去醫院做一個 檢查 因為我的腳趾頭 我腫到 啾啪 於是我受不了 所以我就 請了半天假 去醫院看醫生 然後醫生就 把我看了一下狀況 就說 你這個痛風怎麼這麼久了 可能需要動刀 去做一個 割除的手術 才有辦法把這個 痛風指 清除的大概 兩到三層左右 剩下兩到三層 醫生就說 沒關係 我回去想一下 因為這個痛風 是看起來蠻大顆的 我們必須要先做一個 小小的清窗手術 然後 先讓它把裡面 那些結晶體 擠出來 然後於是 副師就說 要不然我們就是稍微 先 錯一下看看 它那個 結晶體都被 爆出來 稍微轉一下 然後皮就破開了 然後那個結晶體就從 從那個腳趾筒那邊這樣子 慢慢的流出來 大概就是像畫面下面這樣子 就開始自己在那邊擠 那個結晶體 然後擠到差不多的時候呢 它就說 好啦 那我就先把這個洞 塞著 它就拿一個紗布 把我的洞塞著 然後它就說 如果你隔天還有 結晶體的話 你就稍微把它擠出來 然後就盡量把它清乾淨這樣子 隔天呢 我就繼續 去把我這個 剩下的結晶體擠乾淨 很多人其實都會問我 就說 啊這樣子 如果你把你的結晶體 擠乾淨之後 你的腳 會不會 腳趾頭 會不會 變成 比較小壁 我可以在這邊告訴各位 就是紙會稍微比較消腫 但是那個結晶石 通常 不會消除 它必須要開到 才有辦法消除 大概就是像這樣子 當我比較小的時候 就會變比較小顆啦 它其實沒有比較大顆 但是對一般人來講 應該還是算滿腫的 那 痛風這個東西呢 其實最主要就是因為我們 身體的新陳代謝出了問題嘛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自己去做一個 尿酸結晶的排解動作 但是因為 痛風結晶 多喝水或幹嘛的 其他的方式 其實沒有辦法去排掉 我們大部分的結晶體 它必須要靠一些 外部的手術治療 去做清潔的動作 才有辦法去把那個結晶石 取出來 沒辦法啦 因為既然我們都已經 對著通風了 那也沒辦法去改變這個事實 那我們盡量就是從 飲食啦 跟多喝水去做 做一個 調節身體的狀況 那我們也盡量去做 長期的去做一個 警察的動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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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